相对集中的难点 一个就是温控目标 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是要不要坚持 80与协定确定的目标表述 就是确保两度 这个力争一点五度 那么还是单一的一点五度表述 这个问题的实质 实际上仍然是一个 我们要不要遵守巴黎协定 那么同时呢 就是如何完整全面的落实巴黎协定 也就是说要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要考虑各国的国情等等 这些气候变化公约和巴黎协定 明确的这些原则 那么在这一点上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 这个应对气候变化 变成一个紧迫的一个挑战 那么同时呢 我们必须得基于科学 同时必须基于规则 那么这个规则就是巴黎协定 我们必须得基于科学 室内的任何强度 提供应该将有一个 这些迫别的关注 很多都这样 但是很简单 就是这样 一些访问 把这些迫迫者